其實我們常常 這一陣子跟什麼風 跟我們這一陣子看什麼劇有關係 二零二零年的下半年 最夯最夯的就是鬼滅之人 超多人都在追的 然後他每一次就是那個 就是推出這種 就是大家很流行的劇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一股蜂草 就是大家會 然後今年的 就是去年的那個萬聖節的時候 我就想想那我就要來 辦一個最夯的那個鬼滅之人 裡面的碳智狼這樣子 而且你如果是自身裝扮 然後去這個派對的時候 大家應該很寧慕 對 很寧慕 而且你的那個 就是投票率一定是最高 對 我們這一今年的那個 馬拉松 校園馬拉松 我就是辦彌豆子 你知道現場有多少彌豆子嗎 他都衝三耶 對啊 所以你那時候 是算比較前面嗎 我就算很前面 然後為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笑 就是萬聖節的派對的 那一天下午 我就先去了那個 租服裝的那個公司 然後我就去辦了那個探智狼 然後 對啊 現在最受歡迎的 對 最受歡迎的 就是這套衣服 那一天也是 對 撞山就是這個 對 容易撞山就是這樣 但是我為了要更 你辦起來滿帥的啊 對 但是我為了要更逼近 他裡面的那個角色 我就想說他是日本的卡通人物 對 所以我就去搞了一雙那個木雞來 對 那我那天晚上 去夜店的時候 我就 你也穿木雞去 我就穿著木雞去 我想說我這一身精心打扮這樣子 然後 穿木雞在夜店 到底要怎麼動 對 所以在夜店的時候 我一樣在舞池裡面 就在那邊蹦滴這樣子 突然之間 我就聽到一首舞的主題曲來了 對 就是練音的 就 搭拍以後 我就要進入最高潮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那邊醞釀這樣 那你知道如果你的周圍的朋友 也是很有就是那種 跟DJ很有默契的那種話 大家會在同一個時間一起跳起來這樣 對 結果我剛好旁邊站了一個超級白目的人 就是他完全抓不到DJ給他的那個音品 對 Tempo 然後最後就是最後那個電音 不是到最高潮的時候 大家要先蹲一下 然後再跳起來 對 在最重拍的那一拍 要跳起來吧 結果我旁邊那個人 他反應慢半拍 當我跳起來的時候 他還在原地沒有跳起來 還沒有抓到那個Tempo這樣 所以我穿了那個木機 我就腳被他踩著 於是讓我的木機留在地板上面 但是我的眼睛跳在半空中了 然後我想說 我要去哪裡 然後我想說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最好跳那麼高 而且在空中還要可以有時間 有抬起 他在安全的地方降落一下 剛好旁邊就有一個包廂 我想說好險 有包廂可以撐住我 對 我就 我就倒在那個包廂的那個桌子上面這樣 對 然後第一 你跳到包廂 對 因為我 它是背出去 我們是站在那個包廂邊緣的 那個舞池跟包廂交接的那個地方這樣 我倒下去以後 我才發現大事不妙了 因為那個包廂 他們剛剛叫了一瓶那個香檳王 在慶祝這樣子 結果呢 而且香檳的杯子都超細的 對 我這樣一倒以後 然後我就看到整個包廂裡面 然後包廂我沒有一個認識的 然後包廂裡面 全部人都盯著我看 然後我就這樣 驚喜 而且我的 應該會被揍吧 可是我的姿勢還是倒的這樣子 耍帥嘛 探事長 你這個袖子那麼寬 整個都被你弄掉 他給那個袖子的袖子 真的一會就全部都倒了 對啊 後來 我就為了要跟他們賠 不是 光是那一支酒 我就賠了六千多塊 然後 對 然後結果呢 我後來回去發現 我以為我這個就是那個衣服啊 是沾到就是那個香檳 濕濕的什麼 對 結果我起身以後才發現 我的這個手 就是著地的這個手這邊 全部都刮到 很多那個血 血都跑出來 你知道很多刮傷這樣 碎玻璃喔 對 碎玻璃 然後呢 我那一套探證的衣服 這邊就開花了 我最後還得賠一千多塊 那個衣服的錢 對 租借衣服的那個公司 對喔 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也是很多民眾 都會做的一件事情 看車禍 這很危險 其實像這樣子的事情 我不曉得各位觀眾 或是在場的來賓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經驗 例如說前方聽到 大家的反應會是什麼 怎麼了 怎麼樣 很多人就會 車子就開過去看一下 或是騎摩托車 就會經過 慢慢速度看一下 接著就 第二聲來了 自己被抓 通常就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看車禍是一件 非常危險的事情 真的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是 很特殊的案例 他也是看車禍 他就是在一個晚上 大概十點十一點的時候 然後經過一個 7的這個紅綠燈十字路口 然後也一樣這個人呢 他就開著一台自小客車 慢慢地跟著他的太太 兩個人開開開 然後聽到前面 有車子在追逐喔 快速地追逐 然後撞上去 就兩台車相撞 咻咻 這樣子聲音 他開在後面嘛 他看到前面就是撞在一起 所以他也想說 第一個就是看熱鬧 第二個想說 有沒有需要幫忙 對 熱心一下嘛 他就把車子放慢開過去 因為前面就是有點被堵住 因為車子相撞 對 然後他開慢慢過去 突然間前面的車子的人 前後都有人 四個門打開下車 拿著槍比著他的車子 他嚇到了說 怎麼前面會有人拿槍 而且大喊 他捲入了事件 對 大喊說 下車 給我下車 很緊急喔 然後我們這個 好恐怖喔 第一時間很慌張就 馬上倒車 然後往後硬踩 油門 整個180 就是直接倒車 然後回轉 非常快的速度倒車回轉 但他這麼一回轉 馬上聽到 開槍了 真的就開槍 十幾槍 他的後行李箱 他的車子輪胎全部被打爆 好可怕喔 好可怕 但是他還是 好像在拍電影喔 對 真的 我們有看那個畫面 真的跟拍電影一模一樣 而且更好笑是我們那個客戶 他的車上還是放著電音 所以我們以為真的在配電影 跟他的氣質很配合 對 非常配合 就是電音 然後旁邊就 然後他當然更慌張 更踩油門 即便車子整個是 沒辦法行進 他是往前開 就是倒車以後往前開 然後結果往前開以後 馬上又有兩台車 直接給他包夾 而且讓他撞上去 到底是惹到什麼大咖啊 對 撞上去以後 車子上面的人 也馬上又下車 然後又拿著槍 拿著槍比著車窗裡面的他們 因為就在正旁邊了 全部下車 然後一開車 馬上那個外面的人 把他拖下來 然後壓在地上 全部壓在地上 他整個人就是趴在地上 黏在地上 然後把他上手銬 上手銬 上手銬 上手銬以後 他才知道 便衣警察 便衣警察 因為他們正在追捕毒販 淹毒販 他以為 警察們以為說 他們已經撞到前面那一台了 以為後面要來支援這個淹毒販 以為他是歹徒要來支援的 所以馬上就是拿槍比著他 可是他馬上自然的反應是 180度倒車跑 對啊 所以當然更覺得他就是歹徒 而且一般正常人是不會看到警察 然後嚇成這樣子 然後趕快逃 對 但因為他穿便衣 他們不知道他是警察 對 然後就因為這個事情 他的車子全部爛掉了 整個後車槍打爛 輪子打爛 那是他命很大 這樣開十幾槍沒打中他 對 他真的差點沒命 對 因為有槍 的確是子彈有貫穿窗戶的 對 所以有時候車禍不該看 還是不能多看 是 對啊 有的時候難免會經過車禍 然後有時候會便宜一點 然後看到說好嚴重 這時候就會難無 歐彌陀佛念一下 對 因為怕人有事 對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 因為很熱心嘛 對 如果我覺得我有好事發生 我一定要讓你知道 所以如果我吃到很有效的藥 我也想要介紹你吃吃保養品 一定要 對 保健食品 因為醫生應該很容易 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 跟風患患患患的狀況 是遇到是 要跟救自己的風 其實只要新聞上面 有一些名人 或有些特殊的人物 他出了一些健康的問題 對 然後一旦有某個方法 或有某個藥物 可以救命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開始跟這個風 那其實最常見的 其實就是 就是所謂的舌下 舌下含騙 對 那只要有心肌梗塞的 病人發生 是這個藥就會被拿出來講 可是它本身 為什麼它可以救你的心 是因為 當你要心肌梗塞 你的冠狀動脈要塞住了 對 這顆藥其實是可以 快速地放鬆血管 讓血管不要馬上塞住 可是它的副作用 就是會快速降血壓 尤其是它的使用方式 又是在舌下 所以它的吸收又快速 降下的效果又很快 所以其實你的血壓 也會同時下降 像上次我們有心臟科的醫師來 因為去年不是就演藝圈 有發生一些讓大家很遺憾的事情 對 它就說那個新聞發生的 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的整真的爆滿了 因為所有的人 而且都是年輕人 都在檢查 全部都跑去檢查 沒錯 而且大家都說 我在家已經先含過 救星了 所以真的是 很特別的一件事 因為它就是用在特殊的狀況下 因為平常 大家沒有關心到這個話題 可是新聞事件一發生的時候 它就突然覺得要正視一下 你知道我那一陣子 對 我那陣子晚上洗澡的時候 你也覺得心臟痛是不是 我都會跟我兒子說 你如果一直聽到媽媽沖水聲 沖了三十分鐘還在沖 三十分鐘已經來不及了 怎麼這麼誇張 可是我怕他真的洗到一半 兒子就破門而入 對啊 你會怕嘛 對不對 很怕 所以這邊這次要提醒他 因為他是在特殊情形下 我就遇到一個四十歲 他其實本身就有很多 有焦慮 有一些恐慌的症狀 所以其實胸悶是他常常發生的事情 可是當 他如果焦慮 應該伴隨胸悶的頻率會滿高的 對 常常這樣子 那新聞事件就出來了 有名人因為心肌梗塞 猝死這個藥物就被拿出來講 所以那一陣子其實他們鄰居 大家居家就必悲憑 救星 必悲憑 對 大家不知道救星 這時候是怎麼來的 那他的爸爸其實幾歲 其實之前做過 做過心導管 所以事實上他爸爸就有救星 而且其實他爸爸沒有使用過 因為比較 那個都是備而不用 他在回診事實上都沒有 因為復發或什麼 但是醫師會開給他 那因為一段時間沒有用 醫師會再開一個新的給他 那一瓶其實有二十五顆 那他爸爸本身沒有用過 真的 我有一瓶 可是我還沒打開看過 有這麼多顆 對 他是有二十五顆 那他就跟他爸爸要了一瓶 帶在神上以備不時之需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